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3年學測第四題 那他說 My grandmother likes to surprise people 好,那第一句話他已經點出了一個重點 他說我的祖母喜歡怎樣 給別人驚喜,就是給其他人驚喜 那接下來我們先不看的話 我們大概就知道他接下來要講什麼事情 是一個例子 就可能說他祖母驚喜了他們 好,那下一段的話我們看到他說 She never calls,這邊要填一個副詞 To inform us of her visits 所以就是說他要來訪之前 他怎樣,他都沒有打電話 那這邊要填一個副詞 那這就,第一個就是說 要怎樣的副詞 才會怎樣 讓這整句話 跟前面的My grandmother likes to surprise people 要負荷,那我們就想 如果他打電話 先打電話來跟他講說 喔,我要來囉 那他出現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怎樣 不會被驚喜到 我們不會被嚇到嘛 那如果說他都不打電話 他不事先打電話 那他突然就站在窗戶前面 那大家全部的人是不是就都被驚喜了 對,那所以這裡的概念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推論出來 She never calls ahead 你就是類似之前的 就是說 你填什麼字都可以 可是這整個概念就是說 啊,要提早 提早打電話來 好,那所以我看到ABCD裡面 哪一個有這種提前打電話的概念 就是這個before hand 對,好 那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選A 那你看其他BCD的話 都沒有這個概念 那所以我就是確定了說 做填空題就是 欸,你要先判斷一個合理的邏輯答案 那你再拿這個合理的邏輯答案 去跟你的答案選項比對 OK,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